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怒气的楚桥是铁了心的要保住宇文月 然而还是没有成功的挡住燕玄要杀死宇文月的心 最后宇文月落入冰湖 楚桥死死拉住 眼泪疯狂的掉下来拼命的摇头 哭着对宇文月说 跟我一起 跟我一起活下去 我不要一个人上去 我不要生活在对你的亏欠之中 我不要你死 我不要 我不要 光是看这情节都虐哭人了 这应该是楚桥最虐心的情节了 宇文月跟燕玄不同 月公子从小就是被抛弃的孩子 在缺少爱的环境里长大 但是他生性善良 对楚桥虽然嘴上高冷 但是处处维护 一次又一次的舍命相救 特别是冰湖之战 他明明知道那是燕玄的陷阱 却为了救楚桥 独那微乎其微的机会 哪怕没有胜算 哪怕是火烧定狱 我也要去救你 最后为了楚桥 连江山金叶都不要了 难怪连肖册都要敬佩他 爱楚桥爱到这种地步 世界上也救他了 这世间总有一种男人 会把自己炙热的爱 藏在冷漠的面孔里 比如我们的父亲 他们对我们常常都是淡淡的 看似漠不关心 其实心里的爱 从不比母亲少过半分 年少时我们只看见他的眼力 却没有读懂过他深藏的关心 当我们终于领悟出他的爱时 人生的旅程已经走了大半 还有曾经爱恋你的人 有些人可能性格使然 明明很爱你 却不敢靠近你 总是伪装出一副清高的面孔 说的就是你与文悦